算精確的年月,就是幾歲,幾個月,幾天的話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算稅其實用Y 算幾個月用YM,剩下來的 剩下來的天的話用MB 但是會有個問題,你要把 這個 公式 跟這個字串 串在裡面 所以大家最簡單的方法,第一個一樣,我們先把那個 剛剛的,第一個先算他幾歲好了,所以我們可以用Date 記得那個Date DIF,記得不要拼錯,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 拼錯了,他有拼到什麼Data 還什麼,他一看,他都其他不能Run 原因 大部分都是拼錯字 那第一個是給前面,比較前面日期,逗點 跟哪一天比呢?跟今天,那今天的話我們用Today好了,因為剛剛有用過Today 不過今天記得要自己加小刮鬍,因為他沒有引述 直接空的就可以,空的一個 小刮鬍,但你沒有刮鬍也不行 逗點 再來比什麼,比 幾歲,所以Y的部分,相差幾年,Enter一下 OK 46歲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要把 後面串接 跟這個一樣,所以我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所以複製就把N的後面這一串複製一下 接下來放在這個的後方 所以END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把它貼到這裡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我把它當一個字串 跟前面串,所以46歲 N個月又N天 所以你打勾字會看到這樣 N個月又N天 那不過呢,這邊有一個N,這邊有一個,啊怎麼辦呢 其實有點像 之前 我們VBA裡面的串一個IE,那個蠻像的啦 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我要放什麼,放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N的位置 但是呢 裡面你要怎麼放,今天你可以把它有點像仿照那個IE一樣 按複製 把這個公式複製做的話 再到這個N,特別注意喔 它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那你要放個公式進去的話 勢必就是先切開 再串接 所以切開的話,我前面講過,先兩個雙號 把它變兩個字串,移到中間 ENDEND 再把剛剛的公式貼在中間 因為它要能夠公式跟字串要串接,一定要前後有串接符號 所以再把公式貼上 然後把這邊稍微改一下 這樣的話就OK了 打個勾 應該就可以幾歲 幾個月又出現了 所以它這個輪 因為現在11月嘛 11月的話 我現在5號 現在13號 所以滿了 所以三個月沒錯 那13號的話 8天 所以後面的話呢 再把這個N選起來 先 把 本來這個是完整的字串 切開來 切開來,兩個雙以後 切開來 然後 中間要串東西,一定要前後雙以後 然後呢,再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不過它這個太長了 旁邊有個箭頭按一下 然後把這邊改成MD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 應該 大功告成 打勾 8天,沒錯 OK 所以理論上 當然這個好處就是很快可以幫你把 比較正確的天數 很快算完 這個Dedif 當然 相較於 那個其他的函數 我覺得太重 這個太重要了 因為 基本上目前 要取代Dedif的函數 幾乎 好像還找不到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什麼 VBA來做的話 那因為VBA裡面呢 雖然有類似Dedif的函數 但是要完全取代這個Dedif 好像幾乎也是找不到 只有接近的功能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今天要把它變VBA的話 輸出 清除 假設我希望在旁邊 做一個這個東西 那我又沒有比較好的 函數去取代它 但是我又希望能夠做成按鈕 每次按一下就自動幫我顯示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只能用一招了 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 丟公司到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個地方實際上是什麼 把 剛剛的公司 丟到這個 動態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那 所以以後蠻多地方 假如你那個VBA程式暫時寫不出來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先丟公司算了 反正你丟的進去 丟的正確 讓它向下可以改變一些變數的話 那結果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 這個地方如果今天希望 輸出VBA的話 這個做完了 然後要把它丟過來 那丟公司好像我們前面做了蠻多的 所以 大家複習一下 也許你們待會可以試試看 1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做什麼 for 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OK 第15列到第19列 那丟到哪裡呢 丟到 sales i 列 i 列的 h 欄 h 欄 h 前面要雙引號 等於什麼呢 就是那個公式 所以你把公式 放到 這個 裡面來 但是要記得 那個公式裡面呢 如果說它有什麼 有那個雙引號的話 要變兩個 那這邊有蠻多雙引號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複製它之後 把它用記事本 做取代的動作 會比較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用 這個 自己用眼睛看的啦 如果我發現 這個真的不好 用自己人工的方式來做 非常容易做錯 比較好的方法 你用取代的 是最快 而且 就不容易出錯 一個 變成兩個 然後把它取代一下 OK 那這個取代完之後的話 你再把這個公式 貼到那個回圈裡面 這樣就OK 第一步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年齡部分 我第一個當然一定 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一個程序 叫年齡 那跑一個那個什麼呢 跑一個那個 回圈 for i 等於15 到 這個 19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記事本 做完之後呢 取代成兩個雙引號 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就OK了 那主要就是辨識說 這個雙引號到底是 VPA的雙引號 還是 Excel的雙引號 如果是Excel裡面的公式雙引號 那就是變兩個 所以這個用這個來做辨識 但是如果你現在輸出的話 當然他還是 會 是15列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直接輸出的話 他應該可以看到東西 不過他會變成說 都是 抓 那個第15列的這個人 的 資料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讓他向 後面的那個列 也能夠變更的話 前面講過你可以把 把這個15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 前面有講過 就是 還記得吧 這個我想你要非常的熟 因為這個 將來會反覆出現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這個跟剛剛那個 放 Dedif 其實一樣 差別只是放個I 那VBA不一樣的地方是 and 前後 要加空白 所以這個 部分的話呢 我就把 這個I 放進來 那他就會隨著 這個I的 15 16 17 一直到19 OK 那其他在這邊有個15 所以如果你做完這一串 可以用複製的 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到15上面 然後再向右 再看 這邊還有個15 所以其實會有兩個 有三個 貼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直接輸出 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呢 實際上呢 就是丟那個空置串 可以把它 丟到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再丟 OK 這樣的話 如果看到的結果呢 跟這個右邊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 這個VBA是沒有問題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DDIV部分 跟VBA部分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得來吧 好嗎 好嗎 謝謝 好嗎